大家好 我是阿周 你 喜欢 惊喜吗 睡觉睡到一半惊醒 发现还有五个小时可以睡觉 惊喜 赶火车的时候以为来不及 殊不知火车误点了十分钟 惊喜 想买的游戏上市了却没钱买 突然发现妈妈买菜钱掉在浴室里 惊 这是偷窃好吗 没错 在这个一成不变的生活之中 我们需要靠惊喜来让生活多一点消闭喜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那么一个人 以筹划惊喜为乐 他 熟知身边所有人的生日 甚至可以用各种特殊方法记住 学长 1118 路人 经济救援电话 112 妈妈 跟周紫瑜同一天生日 0614 压庭 山东兄弟 什么意思 9月9日 益山东兄弟 三小 而且会提前筹备各种计划 帮我递一个小隔离蛋糕 帮我买珍珠板 邀请大家写真日祝福 帮我递一下礼拜五晚上八年的餐厅 真是出一张嘴而已吧 以及会因为别人得到惊喜而有成就感 现在就开了 朋友 你们很烦耶 我们准备很巧 真的很贱耶 干嘛啦 很快点许愿 啊呀 干嘛用这希腊桃鸭 你们真的很可悲 什么时候开始 妈妈的许愿 没错 这些透过准备惊喜而获得愉悦感的人 我们统称他们为 惊喜仙子 surprise 没错 在我的体内就住着一个惊喜仙子 你体内会被塞太多人 从小就很喜欢帮人过生日 小时候有一次想要给妈妈惊喜 今天是妈妈的生日 等等睡前我故意搞消失 等到找不到我的时候 再突然去给她礼物 这个完美的计划就叫 妈妈 你找啊 是惊喜计划 是惊喜计划 你是惊喜计划 不孝子 于是我就拿着要给妈妈的礼物 坐在外面的空地等 第小时候 11点多了 妈妈应该要睡了吧 怎么还没有发现我不见了啊 正常来说这个时候 妈妈应该已经出门找我了啊 说好的哭天喊地找儿子呢 爸爸 谁跟你说好 先回家看一下好了 嗯 傻小 门被锁住了 完了 刚刚忘记拿钥匙出来 妈妈 妈妈 为什么安定都没有人回应啊 妈妈 我们也快在外面 妈妈 哭天喊地找妈妈 结果最后是邻居阿姨 帮我打电话给妈妈的手机 妈妈才来帮我开门 啊你怎么在外面啦 你都没有发现我不见了 没呢 那你刚刚去哪了啊 我睡去啊 我差点就要在外面扎移 但求学时期只要是朋友生日 我都会准备惊喜给他们 只要看到朋友开心的笑容 心情就会跟着好起来 啊 这个笑容好棒啊 再多笑一点 哈哈 只是有病吧 但是我本人因为生日都在暑假 所以想在学校庆祝生日什么呢 根本就是 No Chicken 这什么 无稽之谈 谢谢 而且因为太常帮别人弄时日惊喜 导致有时候大家过生日 会有一种莫无的期待 在我国中的时候 有一次生日 今天是我生日 不知道妈妈会不会给我生日礼物 妈妈 早安 早安啊 怎么今天这么开心啊 你知道的啊 就是那个啊 哪个 哼 妈妈一定在装傻 假装忘记 说不定晚上就要带我一只高级牛排3D 外加别说可爱的儿子生日快乐 别拿一台全新的PSP给我呢 也预设太多东西了吧 于是我就一直抱着期待心情到晚上 夹风啊 要去哪边吃啊 外 咱们有存在书的饭啊 我给你用成虾仁炒饭 来啊 快吃 哦 好 怎么有好吃吗 哼哼 哎呦 你是在哭啥啊 真乎吃哦 不难吃 很好吃 只是 今天是我生日 我还想说 大家可以一宇出去吃饭 所以才 啊对哦 真的忘记 结果当天又跑去外面吃了牛排 你跟妈妈讲清楚不就没这个问题了 我想要的是被蒙上眼睛抓走 然后打开眼罩才发现在高级牛排的剧情 这是绑架吧 一直到后来离开家里跟朋友休息处之后 生日才开始变得不太一样 但 每一次的生日惊喜 都会被我自己搞砸 生日爆雷事件 刚养九九的时候 那个时候为了方便看他 所以就在家里装了宠物摄影机 喬喬 你有听到我的声音吗 喬喬 喬喬 而有一次生日 我刚好要从南投老家回到租屋处 来看一下解决在干嘛好了 家里现在没人 不知道他们乖乖吃 傻小什么东西 我是被自己爆雷了吗 他就要快回来了吗 他说到半小时候到 他知道我们今天会来吗 他不知道 马达我知道了 完了完了 现在我叫他们要帮我庆生了 没关系 等等传统什么都不知道 哪要开门就好了 没错 只要传统什么都不知道 生日快乐 哇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啊 好意外 你早就知道了吧 超不会演戏 而就在爆雷事件的隔一年生日之前 嘴巴好干哦 想喝饮料 我记得冰箱里面好像有喝剩下的红茶 诶 这黑色的盒子是什么东西啊 是巧克力吗 拼图 感觉上面有什么字诶 怎么会有拼图在冰箱里面啊 电视柜的深处 电视柜的深处是这里吗 什么都没看到 什么都没看到 变数 记忆上升之数 3 2 1 上升 电视柜的深处 妈的 得天 生日快乐 我们在家里弄了一个解谜 你要自己去找出礼物哦 哇 真假 你解到最后一个线索 就会跟你说礼物在哪里 哦 太用心了吧 礼物到底会在哪里啊 电视柜的深处 妈的闭嘴 什么东西 呃 没事 但现在前面的谜题我都没有先看到 所以还是解得很开心 但内心已经知道大家有弄谜题给我解 这个感觉真的很靠腰 妈的好乱白色干什么干啊 问你啊 而经过这次实践 我就一定要在生日附近进入无我之境 什么都别碰 什么都别看 但就在今年的生日 发生了一连串离奇的事件 日本庆生事件 之前跟路人比赛谁体制调得多 谁最要付对方的日本机票 详情可以点击右上角资讯卡观看 而就在比赛结束之后 我们出发去日本员工旅游 而这一趟主要的庆生地点 就在大阪的环球影城 只要在进环球影城之前 跟工作人员要一个生日贴纸 进去之后 只要是工作人员或是吉祥物 看到你有这个贴纸 就会大声跟你说 他们这么说只是为了赚钱而已 当时环球影城里面有一个餐厅 只要点餐时看到你有生日证 全部人都会一起唱歌 哈 前方这位小姐今天生日 大家一起来为她唱首歌 祝生日快乐 天哪太爽了吧 我也要 你好 请问要点什么 我要这个套餐给一杯可乐 好的 谢谢 这是收剧 来了 来了 你要唱了 来吧 祝我 于是在环球过完难忘的生日 隔天我们继续跑其他行程 隔天早上 民宿 早餐蛮好咯 还有谁还在睡啊 路人好像也在睡 哦 我又叫他起床 路人 起床了 吃早餐 你今天房子有两张床哦 我常常看 你张床也蛮舒服的耶 床底下那是什么东西啊 路人 是什么 你床底下那是什么东西 垃圾吗 吃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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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 阿啾 你的衣服洗好了 你 你先去拿 蛤 快点去 我要洗 那对东西到底是什么 黄黄的 不是上面所房客留下来的垃圾吗 可是刚刚他们的态度也太奇怪了吧 蛤 是我的真日惊喜吗 靠杯 不会吧 仔细想想 那个黄色的东西是不是气球啊 原来今天还有谁日惊喜吗 我又自己放雷了吗 完了 不行 一条中都不知道 至少我也不知道他们要干嘛 而且那些东西是什么 我也没看清楚 没关系 没关系 那天我们的行程是去奈良未录 奈良跟环球的Vlog 欢迎去阿啾小日常收看 结束那天的行程 好累哦 今天大概走了两万步吧 你们还有要去哪吗 我想去电器商场看电器 我等等要回家赶一下贴图 明天要救 我先不去了 我也累了想先回去 那我也回 阿啾 你等等陪我去电器商场好不好 有些问题我不会问 你帮我沟通一下 什么鬼 超奇怪的 超级奇怪 平常星卡绝对不会这样败助我帮他翻译 而且我刚刚都说很累了 平常的状况 他应该会自己去才对啊 可是我脚很酸 拜托啦 我明天就要先回国了 这里会日文的字有你啊 妈妈的太奇怪了 啊 等等 路人也说要先回家 但是因为他平常本来就很常离队赶导 刚刚还没觉得怎么样 但他们应该消息回去被驚喜吧 驚喜驚喜 不行 因为早上的事情害我现在觉得什么都不对劲 没关系 我就知道剧本走就好了 好啊 我陪你去 耶 结果我们在电器商场逛超级久 阿啾 你看这个口向 是不是很好看 好看啊 你决定要选哪个了吗 可是没有我想要的颜色耶 还是我去帮你问店员 啊 你看这个店给我也很好看对吧 妈啦 你看就是要拖时间 不行 冷静 要装作不知道 要装作不知道 一小时候 买好了 我们回家吧 终于要回家了 也是有可能根本没有惊喜吧 说不定一切都是我自己自作多情 不要想太多 如果真的回家没有惊喜的话 反而难过的是我 没错 都是假的 一切都是假 不好意思 请问你没有叫Uber E吗 诶 哦 诶 我们应该没有叫 诶 没有吗 看这个应该是一个蛋糕 诶 诶 订购者是路人 呃 应该是 我们的没错 生日快乐 呃 路人你帝的生日蛋糕到了 靠杯啊 结果每一次生日让我惊喜的时候 都被我自己给爆雷 但还是感谢身边有这些朋友 才让我体验到了惊喜的感觉 你有什么惊喜生日的经验吗 欢迎在下面跟我分享 哦呦 你干嘛用这些啦 讨厌你们真的靠杯 什么时候开始用的啦 哥 你们烦 哥 你们欠 哥 好呦 哥 人家想要欠 哥